难怪都说听不懂的才是最高级的 当土威喊麦 我姓时 我之国门 一开口可洗脑了不少老外 我姓时 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值 我姓时 只比写词犹如骏马在奔驰 我姓时 今往生时只比再已落彼之 我姓时 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值 我姓时 只比写词犹如骏马在奔驰 好家伙 我过怎么也没想到 我们的文化输出竟然是这样的 而该个原本是一位中国网红 为百家姓制作的土威喊麦 没想到短短几天播放量就突破20亿 一度掀起了全万模仿热场 我姓时 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值 我姓时 只比写词犹如骏马在奔驰 我姓时 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值 我姓时 只比写词犹如骏马在奔驰 我姓时 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值 我姓时 只比写词 中国文化的精华 你们是一点没学着 就这点糟粕 倒是被狠狠打捏了 别再让我冬生希望 别再让我天天在想 谁是我的新郎 谁是我的新郎 一个字 绝 我以为的外国皇上母是这样的 我以为的外国皇上母是这样的 而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本来想见读一下英国酒吧的英语风情 没想到BGM一想 直接把蘑菇我闪现送回国 我以为的外国皇上母是这样的 我以为的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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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的都是自由飞翔开心 当外国人在街头演奏黑桃A 虽然少了点土嗨的成分 但却多了些艺术的气质呀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